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排队的时间多 一楼好像是做饭的 二楼是打饭的 三楼是吃饭的 一楼跑到三楼去盖上那个盘子 你看到的应该是 有好多工友就选择在外面吃 或者省事我就不吃了 直接去上班 再加上车街里那些温度比较高 还工作节奏比较快 比较累 就有的工友就会干着干着突然晕倒 在开会的时候呢 这些管理人员就会说 你们晕倒了你们活该 我不会同情你们的 那些骂呢 有些拉长骂呢就是话很粗的 什么猪头猪脑啊 脑子进水啊 像牛一样啊 要我们牵着你的鼻子走啊 这些就是很侮辱人的话 会经常从他们嘴里面听 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有压力 就会有好多时间 一个上午为了不去上卫生间 也不去喝开水 就那种很热的天 经常我们就是 除了下班的时候才去喝点水 这个好像也没有人强迫我们的样子 但是我们是被迫那样选择的 他们如果安排人去顶我们的岗位 我们可以减少那方面的压力 但是当时我的手就伸进去了一点点 这样的嘛 伸进去一点就刚好一压下来 压在这里 好像那个女孩子也不知道怎样 把好像整个结果都卷进去 是我们没敢看 我们拉长场不让看 如果再卷的话 他都会把头卷进去 他只是给你讲一下过程 而是说这种方法是怎样做的 你别违犯了 他只是这样说 他这种每一层呢 如果说出了工商嘛 听他们说 当过的讲迹都会扣掉的 这种小工商 本身也可以安排他休息的 他就会跟你说一下好话 你不要休息 我给你擀一点药 我给你安排个轻松的工位 他会这样的 你休息一天 照样扣你33块钱 只不过我还害怕休息 这是真的 因为休息的人太孤单了 休息的时候太孤单了 是不是一个人 停在房间里真的无聊 还不如上班了 上班再拉长可以 跟那女孩子说说笑笑而已 是不是休息的时候 就特别想家 哦 我两个孩子 我女儿还小 我女儿 我一岁半我都出来了 现在女人几岁了 四岁多了 你接着妈妈了现在 肯定不认得了 我昨天回过一次 他知道给我有一点面熟 我问他 你就要看看你 认识我不认识我 他看了半天都说 哎 你是我阿姨吧 哦 是这样的话我都不敢提 一提小孩子啊 一提多久回家一次啊 是啊 不敢提 对 对 还有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书脚搞得很光滑 因为他们就会经常跟我们灌输一些 那个外国的人 比我们高贵的观念 说那些外国的人 那些小孩子皮肤都是很嫩的 我们要对他们复着呀 但是对我们从来不讲这个事情 希望厂里面能够 就不要那么虚伪吧 不要什么事情 嗯 一定等客户来的时候 才做的 才把那些事情做的好一点 应该在平时的时候 就应该注意那些隐患 工友们 现在我们应该团结站起来的时候了 为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我们应该 争取主动 我们现在就签名 强烈地要求工厂 改向工作条件 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 为员工提出住宿条件 为员工按法律法规 补办养老保险 真理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 一个有正义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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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red 我不 Sel ateful 感谢观看